两个人搭档参加了07年的试景赛 并且跳进了决赛排在第11 除此之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参加过的赛事 就是多哈亚运会 起跳上两个人呢不太同步 一个快一个慢 在打开呢 有一个是一个看一下它的起跳 一个先成功一个后 所以一个掉的快的一个掉的慢 这个动作应该就算是失败了 限制的自选动作 第三轮动作 韩国选手吴亦泽和金正勇 向前翻腾三周半 压得太强了 一个远一个劲 起跳很明显 打开入水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动作呢 总的来说从个人技术到同步 都不是很完整的 它两团是翻腾 不在一块一条线就翻 然后选手吴亦泽和金正勇 向内翻腾三周半 报夕 还会有在起跳之后有这种喊声 对刚才是一年的空出了一声 那样不过就卸了气了 对应该是这样 对他的跳动作应该少不利 这种气都已经卸了 所以两个人完成的都很低 都没有完全打开的精神 从个人的质量还有 但是曹元和张晏前两个人也算是不错了 因为他们的难度低一些 确实差的挺多的 对所以他们就要跟他们拼质量啊 不能有失误 本来难度就比对手要低一些 然后呢就是要用更多的质量 才能够排在第一位 这是第五轮韩国选手吴亦泽和金正勇 这个差的太远了 307C 版身翻腾三周半 两个人是开花的 一个不够一个过 对 然后裁判还给出了2.5 这是一个进行失败的动作 裁判也给分的分别这样 裁判给曹元都打了10分 照顾